可恰恰是美国 它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我们附近来了 它没有想到给中国会带来多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中国当然要对相关的情况做一些预案了 我们最近一直在报道 我们的几大军区 包括我们的几大舰队 都在进行相关的士兵实弹演练 那最近我们看到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 这个士兵实弹演练当中 有一个外界比较关注的话题 就是这个022型的导弹艇 说这个东西虽然小 但是据说海上威力很大 被称为海上无影杀手 具体的这个作战能力怎么样 中国海军到现在进行过一些实战 我们所有的实战总结出一条 就是小艇打大舰 因为都是离着我们的海岸不远打的 都是小艇打大舰 这个钓鱼岛离着我们是三四百公里 这个022这个艇将来就是一杀手舰 如果这个东西要用依托导案 这个小艇具有小轻快猛 一艘艇上装八枚导弹 我一次出六艘 这就是将近五十枚导弹 这个导弹一打一两百公里 你有什么样的舰艇 给你都搞掉了 他对航母管用吗 那是专门对航母的 如果美国的航母 绝不敢到距离中国 二百海里以内的这个海域来 他不敢 根本不敢 我就这么说 所以说这个导弹艇 它是小水线面双体车 速度非常的快 能达到四五十节 再加上导弹 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 对